那么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其他下重点说一下拜仁跟整个比利亚利亚 其实拜仁在昨天直播里面我们才提到 我觉得拜仁现在的问题有哪一些 首先拜仁格纳布里昨天被打了踢球者杂志打了5.5分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 德国媒体打分是分数1到5分 越高表现越菜 5.5分相当于-0.5分 你见过这样的打分吗 昨天其实我们重点提到 就是我觉得这个赛季 因为我看拜仁还比较多 格纳布里最大的问题在于 他踢球毒的同时太蛮干了 就是他现在他跟科曼不一样 科曼是我告诉你我要向左过你 但是我提速他就是最顶级的边风 就能把你干透 但是格纳布里不像两个赛季之前 我告诉你我要干你 但是他提起速来别人能抢断 或者说他有机会冲起来之后 这个球选择传球更合理 他就要抱肝搂一脚经常打飞 或者直接冲着对方身上打 但是越这样打他心气越急 所以这个赛季我对格纳布里一直的认知就是 太急躁 就是过于冲动 第二 拜仁对我最喜欢的萨内 萨内真的是 我一直认为萨内甭管全世界骂他 我都顶他 具备所有的巨型属性 但是这个赛季的萨内有一点就是不好 踢球太佛系 情绪上 以前他踢毒 你看他在曼城踢的毒 他不管怎样 他在左边路各种勾勾 小技术各种骚 打烂过一传控 小角度出源出射爆肝进球 然后任一球落叶能进球 在拜仁刚开始刚去的时候 毕竟身价那么高 工资那么高 又被誘为德国的超级天才卡去了 你看他踢的也是这样 毒归毒 大家骂他归骂他 但是当他毒的比较顺的那场的时候 他就表现高高 但是呢 可能真的是拜仁这个队完全讲究整体 把他现在个人锋芒越来越削弱 再加上之前外部的这些舆论给他的压力 球员现在反而有一点就是 只要这个锅我不背 对吧 大家看 萨内这半年体秀有一点这个味儿了 其实在去年他连续三个月 拿到拜仁队内的NVP 大家要知道 但是近几个月 就我们说近三个月 越来佛系 从他踢比赛的整个情绪表达上 只要前场穆勒或者莱万这样的资深的前辈在那块 萨内有时候能打门 他反而要传球 该传球的时候 他还是传 该打门的时候也是传 所以让人有时候看得有点气 这就是我对于萨内今天的理解 另外 就是我们说了 莱万这个赛季 就是近两三个月 莱万客观说 他是体系比较重的 每一个球员都要踢系 但是莱万是比较重的 以前拜仁踢的阵型比较稳的那个阶段 比较顺的那个阶段 莱万经常自己从大进区摘出来 坐一下球向两边一传 对吧 自己再向前插 再给回来 而且他溜左边 有时候竟然还能过人 还寻求配合 但是现在前场踢的都比较乱 对吧 所以呢 莱万有时候摘出来之后 他拿不到球 这样就是莱万这一点 失去了一个进攻绝对的火力 再者就是我们最后说的 拜仁其实他的后防线一直有问题 他这个后防线身后 因为拜仁属于 你打了我一个 你指望我 哎 文手反击 跟你本本分分打 不可能的 他是来 咱俩就对攻你 不管你是谁 咱俩就对干嘛 皮里啪啦就这样 就看谁进得多 但是他的防守体系里面 之前能比 能被萨尔斯堡能冲成那样 那接下来你要面临的强敌 肯定被冲的概率也很大 而且昨天大家也看到 昨天比利亚利亚的机会少了 对不对 那么说到这里了 我对拜仁的前景预测还是这样的 我再预测一下吧 先再说一次 所有的预测 都是主播跟大家之间的互动 大家没有必要各种那个啥 就是打脸的概率很高 好吗 我觉得 拜仁第二轮逆袭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我仍旧看好拜仁近四强